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短视频 今天我们要聊聊的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节目 奔跑吧 最近,这个节目因为蔡徐坤的事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而且已经半个月没有更新官博了 今晚,新的节目就要播出了 但是,很多观众朋友都对这个问题非常不满 原定于上周五播出的奔跑吧泰国片 因为蔡徐坤的问题一直延期播出 很多观众朋友都白等了两周的时间 而节目组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给观众一个处理结果 导致大家非常不满 蔡徐坤因为一些争议事件被一些平台封禁 但是奔跑吧节目组却没有及时处理这个问题 观众们纷纷表示 要么将蔡徐坤打码或者剪辑片段 要么就直接给他一个确切的回复 但是,节目组却一直吊着大家的胃口 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案 奔跑吧观伯已经近半个月没有更新了 这个节目以前每天都会更新微博 但是现在却一直沉默不语 对于这个问题,观众们的意见很大 希望节目组能够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给观众们一个答复 对于蔡徐坤的问题 节目组应该尽快采取措施 要么将他的片段打码或者剪辑 要么就给他一个确切的回复 观众们不希望看到节目组一直拖延时间 不解决问题 最后,让我们一起期待今晚的奔跑吧节目 能够顺利播出 给观众朋友们带来更多的欢乐和惊喜 同时,也希望节目组能够尽快解决蔡徐坤的问题 让观众朋友们更加满意 感谢观众朋友们